關鍵的就是這個圖示 其實你只要稍微比對,雖然都是綠色的 可是一個是X,一個是加號,一個是十字的符號 是這個才對,不能是X,X是錯誤的 另外如果你假設有傳資料夾的話 你會發現它會直接幫你多增加一個資料夾 並且把檔案也幫你把它放進去 一樣會幫你做一個轉換格式的動作 我覺得這當然滿方便的 所以你要轉移以前Excel的檔案 這件事其實並沒有那麼困難 那還有一點,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特別注意 就是那個資料夾前面有一個好像是人的形狀 這個人的形狀其實意思是什麼呢? 如果你有一個好像有一個人的形狀 表示說這個資料夾它已經被共用出去了 當然如果沒有就沒有被共用 也就是說如果你被共用的話 別人是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如果假設你這邊有一個人的形狀 表示如果你們要看到這個應該可以在雲端上 因為我有把這個資料夾它共用 所以你在TEMP裡面應該可以看到這些資料 那再來的話你把它打開 打開第一個好了 我們一樣先把它切到第一個 之前應該練習過的 REPT還記得吧 那只是說REPT以前做法是先插入函數 它會跳出一個小小的框框視窗給你 但是跟各位講 在Google市傳表裡面 就少了那個框框 意思是什麼呢? 你不能用像之前要填空題 你變成你要自己全部在這邊打公式 記得喔 光這個地方應該就會有點差異了 有沒有?以前還記得吧 我們不是按下這個FX 它會跳一個視窗讓你填 但是這個東西喔 在Google裡面沒有 那怎麼辦? 也一樣嘛 反正你就習慣它就好了 所以你變成說你要自己打 那自己打怎麼打? 第一個啦 當然喔 我們這個應該不陌生嘛 就是100 銷售100筆 那給一顆心 所以呢我可以 這個等於要自己打 所以等於自己打 然後你打一個REPT 變成說這個地方要用自己打的 那它會自己在底下提示你 其實你大概打一個R就會出現了嘛 那打一個E REPT有沒有? 這邊會出現 而且底下會有一個 讓你知道說這個函數要做什麼用途 將指定文字重複多次嘛 所以這張解釋反而比Excel來得清楚 OK 好,點一下 底下你會發現它還會有一個說明耶 有沒有? 雖然沒有像Excel一樣有一個框框讓你填 但是應該底下的敘述 我覺得還蠻歪的 第一個是什麼? 你要重複的文字 要重複什麼文字呢? 我要重複的文字在CE這裡面 所以給它CE 指的是這個東西 這個是CE對不對 然後CE這個裡面的東西 我就把資料填進去了 我還沒填完 逗點 重複幾次呢? 重複的次數是根據B3這個儲存格 所以你點一下B3 但是B3裡面的話因為有158 沒有啦,我們不要這麼多 我們要除100 所以除完之後的話變成1.58 它應該會自動取整數 所以你按確定 沒有確定啦 沒有確定啦 也沒有打勾 你會按旁邊沒打勾 你只能按Enter 它就出現了 然後它會自動提示說你要不要自動填滿 你要的話就只要打勾啦 不過這個打勾應該會錯 而且它會自動跑到這邊啦 要蠻聰明的 但是錯誤啦 錯誤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這個C1 向下填滿不能變C2 所以還記得吧 這個前面講過 前的部分加一下 Enter一下 然後再把這個公式向下填滿 到這裡來 這樣就OK了 應該有印象 只是可能請各位 就是 把那個之前以Sale的習慣 可能換個地方 也可以試著把它完成 然後其他的話 像Labs 這個 這一題應該還記得吧 吳先生 張小姐 那這個怎麼做呢? 等於先抓什麼? 抓Labs 它的前面的 抓前面幾個字 前面一個字 所以抓這個名字的一個字 會得到什麼呢? 得到它的性對不對? 那後面的話 這多一個 它會 這個地方的話只有性 那後面還要加上它的性別 如果是男生就加先生 所以加的話記得是Enter 然後 後面加一個條件 一幅 一幅什麼呢? 錢瓜阿虎 它還會提示 如果這個 這個儲存格 點一下 所以其實點一下這個動作 其實在Google市上也是OK的 在G10這個儲存格裡面 如果等於男 所以自己打一下 等於男 那我就是把它變成什麼? 把它變成那個先生 輸出 所以再來喔 不是後光 後光會太早 痘點 痘點的話 如果為True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它跳到這邊 如果是True的話 那你要做什麼事? 記得輸出先生 所以自己要打一個先生 然後呢 反思的話呢 就小解 所以這邊Force 這邊打一個小解 那其實齁 這個大家應該也不算陌生 之前應該有做過了 那只是差別就是你變成說 這個部分喔 你是要從頭自己在 把這個公式打在 上方的資料編輯列裡面 打Enter就可以了 這樣子 然後一樣向下填滿 OK 那這個其他自己在練習 反正就是感受一下 那Right 這個之前講過 那比較會有問題的還有這一題 就是身分證字號的第二碼 那一樣啦 我們是先怎麼樣 當然你 之前我們是這樣做 先做MID MID什麼呢 這個身分證號的 第幾個字 第二個字 取一個字嘛 這個應該有印象 然後把它Enter一下 它會取得它的 第二個字 把它取出來之後 然後再做邏輯判斷 判斷的話就是把這個公式 剪下來 這個方法應該跟 Excel一樣 只是說一樣沒辦法插入公式 你變成你要自己打 如果 如果什麼呢 剛剛這個東西 所以再貼上去 一幅 錢瓜阿虎 把剛剛的東西貼上之後 如果這個的結果等於1的話 逗點 那就變成男輸出 所以這邊的話打一個男 那反之的話呢 再逗點 然後這邊就輸入一個女 這樣性別 它會自動幫你轉換 OK 好 最後得到結果 新增函數 沒有了 Enter 好 然後向下填滿看看 OK 應該也沒錯了 所以這個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有點像複習一下 之前寫過的 那換個地方打打看程式 那我剛剛主要是比較快速的做了幾個練習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好 那這個公司的話呢 其實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放 所以如果你要參考 可以到那個 我看一下雲端 白板上面的 這邊的話應該叫 Action Script 雲端 雲端畫這個 好